您有维修住宅的需求吗 您是透过网路找师傅 还是透过朋友介绍呢 很怕价格很贵又没有保障吗 我们提供了一个共享平台APP 让您一指教修 全程为您监管 并且提供售后服务 请您即刻下载体验 师虎来了APP 全家相聚时刻 别忘了带上健康又体面的好礼 我是曾过程 中秋送礼 我选方姿日月 养生低基金 为他们随时提升保护力 顾好全家人的健康 这个月又来了 那要先帮你抛杯热巧克力吗 什么啦 我是说国泰十歪家金融债ETF 证券代码00933B 全台首档月月配 和平准金的债券ETF 优选长天期高信平 收益家的龙头银行债 一张只要一万五千元 就是这样月月领席 让我每月有钱入袋 九月二十五日起募集 00933B 靠得住的好朋友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钱音响月公开说明书 今天媒体大篇幅报道 我相信很多我们听众朋友都看到 我们观众朋友有看到 就是说投信连十一买 总共买超台股 只用交易厂了 这以大盘来讲 买了918亿 因此持有台股市值冲上1.03兆 这是创始上新高 这个叫去年底 大增了3773亿 增幅高达58% 比外资手中台股市值 这个增幅还高出一倍以上 那另外投信今年 买超台股1434亿 比外资买超1328亿更多 双双打败外资 变成台股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我个人觉得投信现在的规模 越来越大 那这个投信的钱 就是一般投资人 大家不断的单笔买入 或是定期定额买入 所营造出来的 所以基本上也就是 一般投资人的钱 然后就透过投信专业法人 去做投资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投信现在确实 因为这个资金 越来越往这个法人手上集中 所以他们现在对台股的 影响性非常大 比如说像是 今天这个ETF005 500056的一个调整 最后一盘爆出了 这么大的量 900多亿的量 那当然我不觉得 所有股票都是 这个005 0056调整的因素 一定还有其他的 这个法人 他们说好在今天 这个尾盘 反正大家就一起来 对销 像远东新 我们刚刚讲了 今天远东新最后一盘 爆了5万张的量 5万张 5万张没有事先说好 这个法人对销的话 那这个单怎么出得掉 那不如把远东新 灌到跌停板 如果有5万张卖压的话 所以这就一定是 法人讲好尾盘对销 那就在今天9月15号 做这样的一个转账的动作 所以你看到投信 大卖了这个 9万 49000多张的远东新 外资买了这个 5万张的远东新 就是完全就是match 好 那今天重点在这边 就是说 这个新闻到底资料 从哪里出来 我跟各位报告 他其实就是从 投信投顾工会的网站来的 投信投顾工会 他是每个月 第10个交易日会公布资料 第10个工作日 应该讲第10个工作日 扣掉6日 那第10个工作日 刚好就是昨天 所以今天新闻出来是这样子 那这个新闻又讲到说 这个股在ETF的联手吸金之下 现在境内基金规模8月 突破6兆 因为投信投顾工会 公布出来的资料 最新就到8月 所以他是以这个 工会的资料来讲 说规模突破6兆 然后去年因为股会双跌 所以年底的时候 境内基金的规模是4.85兆 较前年底4.95兆 是小幅衰退了 那今年授钱法人大买债券ETF 另外又有新的高股息ETF 所以高股息这个题材 吸引存股足加入 今年股债ETF的规模 分别增加了3319亿 跟4836亿 合计增加了8000亿 所以推升境内基金 快速冲破6兆 被动式基金的规模 也到3.2兆 占基金规模过半 那我想这个 你看新闻 也许看不出一个 确切的全貌 所以我干脆 我今天这两段 我就是上了 投信投顾工会的网站 把资料全部当漏下来 完整的告诉大家 现在呢 投信到底是怎么样 拥有庞大的资金 在影响台股 上市会的这个股价的 我们来看一下 事实上 你上这个 投信投顾工会网站 你会看到 投信投顾业 现在目前总管理资产的规模 已经超过9兆 我现在投影片第一张 给各位看的 就是我直接从 投信投顾工会网站 download下来的资料 这个9兆 其中最主要 刚刚讲超过6兆 是公募基金 就是我们一般讲 共同基金的部分 另外呢 还有私募基金 还有全权委托 这些加起来 全部就是9兆 比如说全权委托 现在有2.9兆 全权委托是什么 全权委托就是 带这个政府基金操作的 这些叫做全权委托 那还有私募基金的部分 那私募基金很少了 我们就不讲 全权委托有2.9兆 那公募基金6兆 所以加起来这个9兆 那这个公募基金里面 股票型啊 现在目前是9千亿 然后另外还有平衡型 货币市场型 还有固定收益型 还有货币市场基金 组合型保本型 然后呢 其中有一个 规模非常大的3.2兆 刚刚有提到 3.2兆是什么呢 就指数股票型的基金 各位知道什么 是指数股票型基金吗 就是ETF啦 ETF就叫做 股票指数型基金 你不要把股票指数型基金 跟指数型基金搞混了 股票指数型基金 讲的是政交所的 这个挂牌买卖的 这个ETF 我们每一天9点钟 到这个1点半 我们可以在 证交所 贵买 买到这些ETF 就是叫做股票指数型基金 就叫做ETF 那指数型基金呢 是投信发的 所以你要跟投信买的 所以基本上这是两种 那指数型基金比较少 他现在目前的支数 档数就18档 那指数型基金18档 他规模也小很多 他就500多亿的规模 那股票指数型基金的档数 现在高达223档 就ETF的部分 现在目前全部ETF 加起来的规模有3.2兆 所以这一些全部加起来 就是说从股票型的基金 9000亿 加上平衡型 类货币涨型 全部加起来6兆 那再加上那个我们刚刚讲 全权委托 全部加起来9兆 这个就是所谓的投信投雇业 现在目前总管理的资产 这样各位了解了 就是说你看这张表 你就看得非常清楚了 那除了这个部分以外 另外呢 其实讲实在台湾人 也真有钱了 不只投台湾 也投海外 不只投ETF 投共同基金 也买这个海外的 这个共同基金 那所谓的境外代理 大家都知道 台湾有一些很多 这个大投信 也都是境外基金代理的 那他们代理很多境外基金 各个品牌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在台湾 这个发行 那你看到这个境外基金 总代理 现在目前持有的资产 也很多 有3.8兆 所以境外基金 加投信投雇业的资产 加上十几兆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资金量 那境外基金 当然也有股票型 固定收益型 平衡型 货币市场型等等 然后也给大家参考 这个就不多说了 因为我们今天主要的主题 是在讲说 投信 现在目前的资金量 是怎么样 在影响台股的 那境外基金 我们就不多说 那我们刚刚讲说呢 那投信 现在目前投入台股 最主要就两个力量 一个就是说 共同基金 台股的共同基金 另外一个呢 就是台股的ETF ETF有很多嘛 220几兆ETF 其中有债券的 有什么这个杠反啊 等等 还有这个 所谓的市值型的 这些ETF 全部加起来200多档 那另外呢 就是投信 我们在没有ETF之前 我老一点的投资人 像我这样的年纪 我们最早开始在投资的话 我们是买共同基金 对不对 台股的共同基金 那时候还没有ETF ETF是这20年出现的 今年刚好满20年 今年是元大投信 发行0050 就台湾卓越50 这一档ETF 第一档 20周年的这个时间 所以呢 这个20年 以前那都是 所谓共同基金的时代 没有ETF 那ETF 刚开始发行的时候 投资人半知半解嘛 一知半解 就也不熟悉这个产品 其实ETF是最近 这五年开始夯起来的 这五年整个规模 一下膨胀的非常的大 那今年也膨胀的非常大 是因为今年这个高股 ETF 哇 真的是这个 惊动万教 轰动武林 所以呢 ETF在高股息的部分 现在已经达到了 所有台股ETF的市值的一半 就是这十几档 高股息加起来 就是5000亿了 好 那我们先来看共同基金 共同基金 现在目前台股的共同基金 有135档 那135档的这个共同基金 各位看到上面 这个跨国内投资 就是台股共同基金 135档 跨国投资 就是投信所发的 共同基金 股票型的 去做海外投资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 也有204 204档 那总共 这国内投资 加跨国投资 总共加起来的规模 是9000亿 那其中呢 台股的共同基金的规模 是4489亿 4489亿 这个在台股共同基金的部分 那135档 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 很多人可能有买到 等一下我会讲 一些规模比较大的 超过百亿的 这种台股的共同基金 有哪一些 跟各位谈一下 就是说让大家知道说 哇 这个规模百亿的 这个共同基金 不多啦 就那几档 等一下跟大家讲一下 那另外呢 我们刚刚讲ETF 就是指数股票型基金 现在的规模 已经远远超过 台股共同基金 Mutual Fund 这个ETF 现在已经达到1.1兆 各位看到是 1兆1211 1.12兆了 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规模 那总共几支呢 总共45档 45档的这个台股ETF 好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整体的投信 现在目前可以 影响台股的资金 到底有多少呢 我们刚刚不讲 共同基金 4489亿吗 再加上ETF的 1兆1278亿 所以加起来 1兆5767亿 这个投信 现在可以动用的资金 影响台股 所以为什么每到季底 3 6 9 12月 季底投信作涨 动辄影响个股 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资金规模相当大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大家好 我是武康仁 有听过在乎心理学吗 哎呀 其实股市是这样子啦 股市就是多空 大家看法都有嘛 所以你在我们的留言板上面 你就会看到 有人看多 有人看空了 这很正常 因为大家都看空的话 就没有这个上涨的空间 看多也没有下跌的空间 有人看多 有人看空 才会造这个构成交易 有买有卖 才会成交量才会出来 那量人当然就是被这个市场气氛 给激发出来 因为大家看到 这个行情一热 像拉这个日K线连四红 当然很多人就要跳进来了 所以我认为下周继续喷量的可能性非常的高 因为台股现在目前的多头的气氛已经被点燃了 这个礼拜我觉得特定资金很成功的在点火 把这个台股从破月线拉上来 这个礼拜其实行情蛮关键的 尤其是礼拜三 尤其是礼拜四 礼拜五这两天 礼拜四 昨天台积电除息秒天息 对不对 涨12块 今天台积电本来 这个盘是落落的 这尾盘最后一盘拉 神来之比拉涨8块 所以两天涨20块 你刚刚有感觉有地震吗 没有 上下 你刚刚一开始开麦的时候 真的吗 大家有感觉有地震吗 我们现在讲一个地震消息 但是好像一下下就没了 好你讲一讲 根据中央气象局的地震报告 对不对 现在已经叫中央气象署 更正一下 现在已经升格为署 中央气象署的地震报告 刚刚在6点34分26秒 发生在花莲东北8.8公里 的花莲近海 地震深度是23.6公里 瑞士规模是4.6级 那最大规模 最大震度 花莲太鲁阁有三级 希望不要有落实 打到人 另外宜兰南澳有三级 花莲市有两级 台南投的和欢山有两级 跟台中的离山有一级 好像台北的震度没有那么强 但我们小编说有感觉 有地震吗 那你等一下广播再讲一遍 减速就好了 安某我觉得我今天不会追 因为他昨天涨25% 现在目前盘前又涨10% 我觉得等他拉回再说吧 拉回到什么程度 拉回到什么程度 他51块IPO的啊 我觉得60块 60块以下吧 好了 帮大家问到重点了 我们回广播了 担心 走 现在开户 还有送点数哦 推荐好友送更多 活动详情 请上华南永昌证券官网 本公司经目的世界主管机关 核准之许可证兆字号为 110年金管正总字第0052号 投资交易具有一定风险 请自行评估本身资金 及担负风险能力 时时刻刻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98喜欢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中央气象鼠 现在已经升格为鼠了 刚刚发布了最新的地震报告 这个有感地震发生在花莲近海 地震深度是23.6公里 规模达到4.6的瑞士规模 那最大的震度呢 花莲太鲁格有三级 宜兰南澳三级 花莲县的花莲是两级 然后南投和欢山也是两级 然后台中市的离山是一级 那台北呢 这个我刚没感觉 我个人是没啥感觉 但我们小编说有感觉 那时间是发生在6.34分的26秒 说我们刚刚一开麦的时候 突然震了一下 但应该很快就过去了 所以我没啥感觉 不像上一次 那个地震 我们这26楼震得非常恐怖 我那时候都觉得 好像那个天花板要掉下来的感觉 这一次没啥感觉 还好 我不晓得听众朋友 您在台湾各地方 有没有感觉呢 应该觉得不会造成什么太多的灾害 或是说问题吧 好 那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 那共同基金到底谁才是主角 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投影片密密麻麻 我就不详细讲 因为这个眼睛也看不清楚 看都看花了 我下午这个抓资料的时候 真的也是抓了好久 然后眼睛也看得不撒撒 看得灰灰 所以我就刚才把它整理出来了 在共同基金里面 我们如果先来看投信规模 各家投信 Mutual Fund 不是ETF 是共同基金 而且我讲的是台股共同基金 单以台股来讲 就直接投入台股的 不管投入上市上跪 投入台股的共同基金 Mutual Fund 现在目前各家投信的规模是多少 好 来我们看 元大投信 674亿 汉亚113亿 保德信205亿 统一投信有481亿 富邦投信116亿 摩根116亿 所以摩根跟富刚 目前依据投信投顾工会的资料 8月出来的资料 8月的资料 就是说昨天出来的资料 他们规模是一样 另外群役是297亿 日盛是129亿 富华329亿 野村466亿 安宁有700亿 然后国泰408亿 所以照这个排序 前五大投信 以台股Mutual Fund来讲 安联 元大 统一 野村 跟国泰 安联 最大700亿 元大 674亿 居次 统一 是481亿 所以统一的 共同基金 也很有规模 但统一在ETF上面 发展比较慢 它ETF并不是那么多 或者说规模那么大 但它的Mutual Fund真的很厉害 有481亿 另外野村也很强 野村有466亿 直追统一 我觉得野村 在这个共同基金的操盘上面 很有很有这个 很有他们的自己的一个门道 野村这家投信 在共同基金上面的绩效表现都相当好 台股共同基金 另外就是国泰 国泰有408亿 国泰当然老字号了 另外ETF谁是主角 我也把它统计出来 所以详细表格大家都不用看 我都把它整理出来了 ETF第一名的元大 元大5810亿 当然第一档ETF就元大create 当时的0050 对不对 然后第一档高股期0056 也是元大create的 当这两档 大家知道它的规模就多少了吗 这两档规模加起来 一档3000亿 一档2000亿 就是5000亿了 所以元大就这两档 加起来就5000亿了 它整个规模是5810亿 另外富邦的规模是1330亿 我们现在讲的是台股ETF 那国泰投信的规模也不小 2745亿 中信也有254亿 那中信其他另外一个强的是在 那个债券ETF的部分 00772B 这一档就1000亿了 这一档1000亿 不要说是台湾最大 它是亚太最大 亚太最大的债券ETF 另外永峰有164亿 富华也有461亿 富华今年突然冒起来 在ETF的部分 就是靠00929 00929成立三个月 从50亿现在变到500亿 所以这个数字 461亿是8月的 9月已经到500亿了 但一档ETF 规模已经到500亿 太可怕了 因为它主打月配席 是第一档 这个台股ETF月配席的 所以投资人还是真的很 看月配席吃这个体材 那据我知道 现在各家投信压力很大 现在全部大家都要 推月配席来车拼了 另外群益有335亿 所以这就是 主要在ETF的几家投信 那种几十亿 三五十亿的投信 我们都不讲了 大家自己去看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就是说在 在这个共同基金的部分 我们就抓几档百亿的 跟大家来讲 百亿的共同基金 有这个统一黑码 我们刚刚讲统一投信 虽然在ETF上面 但它有一档ETF 那个FundPlus蛮强的 涨很多 但是呢 规模没有那么大 那另外呢 就是说在 共同基金的部分 它是这个 蛮强的 统一黑码 这个老字号 有137亿的规模 这可以讲说是 台股这个 共同基金里面 前几大的 另外统一大满贯 有100亿 统一这两党 都是超过百亿 那群益马拉松 老字号 王牌基金 108亿 那富华中小精选 也有110亿 那野村优质 有163亿 那安联台湾 大巴196亿的规模 安联台湾科技 292亿 安联台湾智慧 192亿 所以安联就靠这三档 安联这个台股 这三档 加起来 就差不多700亿了 另外呢 国泰 就国泰小龙 106亿 国泰小龙 也是基附通 选进那个 好好退休专案 里面的基金 另外呢 元大台湾高股息 优质龙头 元大发这一档 真的募集的 算很成功 你看他不配息的 有229亿 配息的呢 有147 所以元大这一档 募集 真的是 算是成功 而且呢 把规模已经冲到 两个配息不配息 加起来冲到了400亿 好 那 ETF呢 我们就来跟大家讲 这个排序了 0050台湾 这个元大台湾 卓越50 3067亿 是最大的一档ETF了 那0056呢 台湾 元大台湾高股息 2199亿 00878老三 就国泰台湾 永续高股息 2144亿 00878也规模非常大 2144亿 另外呢 还有就是相对规模大的 ETF 我们也把它列出来 给各位参考 00731 00713 就是元大台湾高息 低波 375亿 006208 富邦台湾50 580亿 所以富邦这个 富邦台湾50 推出来 那时候就是跟元大50 元大台湾50 车拼的 那也有这个500多亿 然后00692 富邦台湾公司 治理有100亿 然后 这个00900呢 有38 380亿 00919 有188亿 还有呢 00923 有112亿 00929 有451亿 中信台湾 一二七 永续关键半导体 有170亿 爱客谈 小鸟包 医师 幼师指定 NAC成分 市场第一化谈药 客谈